NCC今天举办了望中并购中加案的听证会 那么在这样的这个会议当中呢 董事长蔡绍中也亲自表达 如果并购案通过的话 他会辞去中天电视董事长的职务 望中快评董事长蔡绍中 亲自带队出席NCC听证会 对于将并购中加旗下十几台系统台 蔡绍中面对委员质疑 已经有规划 外界所担心的diversity的 因为外在外在不多元 造成造成内在有不多元的这个务力 在贵会核准之后呢 我们当然像我现在身兼 中天董事长的部分 理所当然的也不能 也不能够跟这个望中这边有重复到 所以我中天这部分可能需要资料 蔡绍中承诺若望中真的可以并中加 将辞去中天董事长的职务 你们自己你们认为有这么大吗 有这么多吗 有学者把我们比喻为美多 其实我们还蛮开心的 这样好像我们真的很厉害一样 有线电视系统是一个平台 不会有这个媒体变大 我们如果有机会得到各位的许可 投入经营之后 那一样它的整个经营团队 也是独立的 更何况它里面其实是没有 没有不生产自己的content的 望中宽评预计用700多亿 并供中加投入数位汇流的目标 提升国家竞争力 一旦通过 这也将是亚洲五年以来 最大的媒体并购案 主题新闻 陈亦凡社长一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